在衛福部的支持之下呢 张基从2022年开始投入资源 然后炒创这个远距会诊的计划 在一些严重的重大疾病 包括一些脑中风啊 急性心肌梗塞 或是重大外伤等处理 都有相当明显的成效 除了可以加速所转送的流程 那也可以减少在急诊滞留的时间 那远距医疗呢 可以让医疗不会受到人实地的限制 那张基做一个医学中心 除了平常接受一些卫星医院的转诊 或是咨询之外 也是有一些患者 是经由民间救护车的转送 那但是这些患者 通常都要到医院 才能知道他们的资讯 那如果病患的状况啊 或是路途中有什么突发的情形 都要到达急诊 做一些初步的检上问诊 才能获得详细的资讯 那由于卫福部对于 偏远地区远距计划的支持呢 是从实行计划以来 张基也有感于医疗品质的大幅提升 那所以在2024年 我们加入了民间救护车的桥接 目前有两间民间救护车机构加入 由张基这边免费提供 两台平板电脑作为平台 那未来如果说 在转送病人的过程中 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都可以由张基这边 及时远距支持 那提供一些医疗建议 或是我们院内 先提前进行准备 那这些都是不需要 额外再收取费用的 张化仁张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